出死本身是沒有徵兆的 所以我們心臟科專科醫生 多數都會叫自己的病人 對於心臟病的患者 做運動可能有更加大的風險 今集就會講一下運動出死這個問題 我們很開心請到心臟科專科 周海芬醫生跟我們講一下 周醫生你好 Abi你好 首先就想問一下周醫生 其實有關心臟的出死是什麼 心臟的出死有三大原因 一是心血管的問題 人們經常講通波仔、血管閉塞的原因 第二是結構性出現問題 結構性出現問題就是心肌分為肥有症 或者心反出現問題 譬如心臟有四間房間 每間房間中間有一道門 那道門其實會開關、開關、開關 如果有一道門退化了 開不了血液從一間房間去不到另一間房間 它泵不到出身體裡 它也會有機會絕死 這個也是結構性的問題 第三個常見的原因就是心臟不正 有些人在心室撲動 跳到200多下 心跳運動的時候 不應該的時候 去到200多下 供養血液上不了腦 它也會有機會絕死 其實周不時都會聽到 馬拉松的比賽裡面有絕死的情況 其實為什麼運動會導致絕死呢 因為運動我們心跳會加快的 剛才說的 最常見原因是血管毛病 結構毛病 心律毛病 這些正常的情況下 因為我們的心臟需求比較少 如果心臟需求多了 心跳快了的時候 心臟就會告訴你 我不夠養份 或者不夠營養 當所有東西不夠的時候 它在運動的時候 心跳比較快的時候 它的病徵會更加頻密 或者更加嚴重 尤其是心臟出現問題的時候 它突然開關開關 突然開不了 它跳到200多下的時候 不能出身體裡 它就會有機會絕死 其實在絕死之前 有沒有說 有些什麼徵兆 是可以及時察覺得到的 剛才說過 其實絕死本身是沒有徵兆的 所以我們心臟科專科醫生 多數都會叫自己的病人 及早預防 說一句 預防勝於治療 希望診斷到究竟有沒有 血管病變 結構毛病 或者心律不正 這樣才會建議病人 去做一些高大量運動 即是馬拉蟲的運動 其實有沒有說 除了剛剛提及過馬拉蟲 其實還有什麼運動的風險比較高 還是這件事是處決於心律的 對了 剛才說過 因為其實需求高的時候 撤死的風險就越大 所以就不一定是馬拉蟲 但如果心跳 即是任何運動 即是任何運動 運動 也好 即是需求的心跳很高的時候 那它突然間 就是頂不住了 心臟頂不住了 它不能撤身在身體裡 那病人也會有機會撤死 那有沒有說 我們做運動之前 其實可以留意什麼 的重點去預防這個問題出現 那剛才說過 一定要一定要檢查清楚 因為剛才說 有些病徵是在普通檢查看不到的 例如如果病人有心血管疾病 有結構性毛病 我們通常會建議病人做一個超聲波的測試 去看看有沒有心肌肥症 心反有沒有出現問題 那心血管就很簡單 有些病人會做一個動態心電圖 因為剛才說 我們跑步的時間 心跳快了 動態心電圖 就會診斷到一些不正常的心率 或者有些缺血性轉變 但是往往心率不正 例如心濕活動 這些無端端在不應該的情況下 跳到200多下 就很難診斷得到 但是我們希望 還是叫病人看回家族史 即是說如果家裡有早期撤死的風險 例如四五十歲 突然間有家人離開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就叫高風險人士 那些更加要做一些結構性的檢查 或者動態心電圖 或者心血管的電腦掃描 去評估一下 究竟它結構上和血管有沒有風險 那如果我真的發現了 我的心率有問題 其實我有沒有做到什麼 可以減低撤死的機會 有的 其實心率有問題 我們永遠都是分開良性的心率不正 或者惡性的心率不正 剛才說撤死 大部分都是一些惡性的心率不正 惡性的心率不正 我們說的是心室出現問題 很多時候 因為譬如有時心房戰動 或者心室組博 或者心房組博 這些比較良性的檢查 即是病人是不會撤死的 但是如果心室出現問題 心室撲動 是不應該在情況下 亂跳跳到200多下 他供養血液上不了腦 他就會有機會撤死的 那這些情況 心臟科專科醫生 通常都會建議病人 去做一個叫徐戰器 大家都在電視急症室看過 即是說 有些病人突然撤死 你就會看到 他會在外面做一個叫電擊治療 這些叫電擊治療 希望去reset 讓他心跳正常 做這個小手術 其實我們會安裝一個徐戰器 這個是體內的徐戰器 在一個小手術 局部麻醉的情況下 我們開個洞 倒條管 進去電線 進去心臟 他除了做一個感應 即是分辨出 心律是正常心律 良性心律不正 或者惡性心律不正 之外 當他感應到惡性心律不正 他就會經過這部機 過去一個電 進去心室 讓他電一電 可以reset 那部機 讓他跳回正常 其實如果就是所謂 剛剛好像你剛才說 裝了一個徐戰器 或者起搏器 其實這些人 還可不可以做運動 當然可以 但我們醫生 通常會說一些 inappropriate shock 即是說 不應該的時候 那個徐戰器 就暖電 暖電一通 這個就最麻煩了 因為我們剛才說 心跳跳到180下 或者200下的時候 其實就靠這個高型的電腦 去分清楚這個心律 是不是真的惡性 一定是良性 但如果他在 大家都會做運動 心跳都可能會去到160下 或者甚至180下 的情況下 如果電腦的程式 分辨不出這個是良性 或惡性 他就會亂定一通 這些就叫做 inappropriate shock 現在我們進步了 科技進步了 在裡面的程式 如果比較高端一點 可以降低到 inappropriate shock 的機會 減低到1.5-2% 那病人 電又會長瘦一點 病人也不會感到不應該的不食 如果家族裡面有早期撤死的紀錄 而你又很喜歡做運動的話 就記得盡快去做檢查 今集麻煩周醫生的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